哈囉 大家好 我是Bi-Bi 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破壞之力的CD最大指揮 其實不是最後一個啦 我還有一個東西叫做金屬項鍊 不過那個東西我們知道再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冷卻對於這個武器有沒有辦法產生質變 我這邊呢放了潮流項鍊最基本的嘛 30%嘛 然後再加上 我一直在測的 均用長靴 30% 然後呢這樣還不夠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5秒鐘的情況 就直接給它拉到封頂 看一下它到底可以多麼多麼的噁心 還是說其實它也是有一個傳說中的上限呢 只不過呢我們現在攻擊 沒有 沒有很低 對 可是血量比較低啊 我們不要打太高 我們就打個40 42 好 就到這裡 我們就來給它感受一下唄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個酷東西 Anyfire W240TN真無線降噪入耳式耳機 其實我還沒有用過入耳式又能降噪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感謝Anyfire這次合作讓我第一次能夠體驗一次真無線藍牙耳機的樣子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通勤或運動的時候使用這種真無線藍牙耳機 我自己呢比較常會帶去咖啡廳 邊玩遊戲或是邊想要拍什麼題材的時候都會使用 透過他們專屬的APP都能進行耳機的設定 還有遊戲模式可以選擇 搭載同軸雙單體 聽起來更清晰 更有層次 完全可以沉浸在遊戲之中 那這個同軸雙單體的設計是什麼呢? 就像是一組2.0聲道的喇叭整合在耳機之中 一個單體負責高音 一個單體負責低音 大幅提升聲音的均勻性與立體感 突然有電話打來 只要按一下就會切換成降噪功能 即使在吵雜的環境也能夠清楚的通話 續航力9加18個小時 出門一整天也都不會是問題 W240TN有黑色與白色可以選擇 造型時尚 外殼的光條 呈現耳機的狀態 除了本體之外 還附贈4款耳塞尺寸 加一條充電線 還能夠配合快充 以這個價錢和規格是蠻推薦給各位的 有興趣的話 下方資訊欄有賣場的連結 歡迎各位參考參考一下啦 長型的地圖 對我而言比較舒服一點點 然後這個時候的關卡 這邊就沒有那個 這邊就沒有那個岩石怪那邊擋我了 那我們要選什麼呢? 我們選了這個的話 畫面很亂嘛對不對 好啦 足球 該選的還是要選一下 CD該有的還是要有 我們最少也要打超過3000隻才可以 那接著呢 就是無止境的屠殺了 那我們要先放地雷嗎? 先不要好了 先不要好了 因為地雷那是我之後的東西再來給他重拍一次 不是重拍啦 開箱啦 我從來沒有拍過 黑洞傷害翻倍 我們現在黑洞傷害 他是很高沒有錯 就是他打起來的感覺沒有那麼爽 然後是磚頭 我們都用盡量特效小一點的 我們都只襯托出黑洞的瘋狂就好了 對 可是我現在這樣子玩起來是不是有點痛苦 我自己覺得啦 而且這樣的話 我的黑洞範圍是不是就沒有辦法到很大了 很像沒有辦法到極限大對不對 地雷 哇 好啦 足球先選一下 雖然說這個足球對來說也沒有用 然後我們現在打40關 很像也有一點點的小痛 我們還是要稍微的掙扎一下 掙扎一下 有守衛者耶 有點想用守衛者 好啦 守衛者啦 我還是滿愛的 反正我等一下也會選那個持續時間嘛 對不對 守衛者現在那麼香 不選嘛 對不對 本身就好用 然後又可以當跟著黑洞一起進化 運動鞋 激光發射器先不要 它的特效太亂了 對 它的特效實在是太亂了 我還是習慣把這個搖桿拿出來 你知道嗎 沒有搖桿 就玩起來 你會越來越偏離中心 然後玩起來就越來越遠 能量快 先選起來 好 我們現在的CD這邊是6% 然後再加上能量快的8% 所以加起來是10幾% 然後我們現在還沒有打任何一隻精英怪 所以我們的30%也還沒有上去 體積再擴大一倍 它的體積擴大一倍 對 應該剛剛看起來很明顯了吧 它是體積大一倍 而不是直徑大一倍 它什麼時候會改呢 如果直徑改大一倍的話 就更香了 你知道嗎 好 久等 而且我們現在的攻速是沒有配上追光者的 所以其實 等一下 哇 哇 好啦 榴槤 我這樣應該就滿了吧 滿了 滿了 不用再想武器了 我現在這些東西應該都不太會影響我啦 除了守衛者很大 榴槤有一點近 有一點煩以外 我原本的血量快10萬 結果這兩個裝備是精裝要搞上去 很像差了一整一倍 所以紅裝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誇張 好 鑽頭 我們要選的一樣啦 範圍 攻擊速度 然後攻擊力 就基本那幾個 基本幾件套選一選 我們主要看的是CD 我們現在CD來到了 還沒 我們持續時間宣顯一下 有快嗎 現在應該是標準的那個 能量 能量快的快 有了 應該有了 應該有了 這一隻打掉 速度應該就起來了 有啦 有啦 但是有到神塊嗎 我現在有30 16 24 加30 54 然後再加這個10%的話是來到64% 如果是用香成的話 好啦 不用管香成啦 反正就是我們給它拉到底就對了啦 我們等一下爆破之後呢 可以直接拉到底 對啊 我們現在直接爆破一次啊 就來看它要頂次到多頂 那我們就準備 三 二 碰一下 這個快速 這個有快 這個就有快 這個就有一點快 然後現在又慢下來 這個有一點快 可是這個慢下來 我們又少了那個軍用長卻30% 所以會更慢 我們等一下軍用長卻補上去 看一下有沒有回到那個數字 所以這個 如果它那麼誇張的話 你看我現在場上只有 結果現在看場上就知道了 對不對 我場上現在是1 2 3 4 到第四顆 就會有一顆爆掉 就將近會有一顆爆掉 所以我們等下CD越高 可是那就是最快 我們等下順便變成超5之後再來體驗一下 黑洞傷害大幅之間 而且我們的延長持續時間也沒有點滿 所以這樣看其實也沒有到很準 對啊 我們只能夠用感受的而已 如果真的有新的觀眾可以把它截圖下來 然後用秒的方式去算 就是用馬表或是你用PR一格一格去算 一針一針去算 我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我還不想到那個時候 我不想到那樣子玩遊戲 雖然說身為一個YT很像需要這樣子對不對 好啦 沒關係啦 就讓我那樣子吧 因為要那樣子玩遊戲的話 我覺得就不是玩遊戲了 說到底我還是想要玩遊戲 好啦 來吧 我們就用感覺的就好了 然後是用上了外骨骼 來持續時間再長一點點 我們現在持續時間場上有來到 我剛剛又白色出去的一顆對不對 3 4 1 2 3 4 我已經忘記第一顆 其實它畫面蠻亂的 我很難看出來是有多少顆 等到攻速上去之後應該會再更噁心 我們現在攻速是滿了啦 30%了 然後這邊攻速也滿了 加起來是70% 可是這跟剛剛的滿速很像 還是有一點點差距 對對對 我們等一下再加一個精英怪的30% 看有沒有機會到滿速 用加法的話是到滿速沒有錯 但是用成法的話是還沒有 然後就等下看就知道了 等下看就知道了 我這邊沒有上去 來喔 經驗值 黑洞傷害大幅增加 所以黑洞體積只會增大一次而已 啊 如果增大兩次的話就好玩了 哈哈哈 傷害香是香啦 但是就香 欸對 就香 也不能說它不香 也不能說它不香 好 我們現在場上是有 大概是第五顆出去之後就會開始消失 對 剛剛是第四顆出去之後開始消失 不過那是持續時間的關係 我覺得持續時間很像反而還佔的比重比較大 對 佔的比重比較大 我也嚮死而生 好啦 就直接上去了 我們不要測太多 來 足球飛行速度 等一下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是不是瞬間有連發的效果 欸 我現在可以看場上的那個藍色就知道對不對 可是怪物會直接死掉來幹 哈哈哈 我慢慢往上走 1 2 3 4 這速度是不是有點快 場上是不是有點太多了 等一下等一下 哈哈哈 欸 這CD很像有點搞頭欸 我的延長速度還沒 延長還沒到底欸 我這樣該不會已經到底了吧 他的速度該不會已經到底了吧 這是不是有點誇張 我光這一把武器而已欸 我們現在應該完全是這把武器的天下吧 對 完完全全 所以我就上下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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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到底還沒到底喔 來 我們打個王 我們打個王 CD才會到底喔 我們的軍用長袖還沒上來喔 先小心一點 這隻王有點麻煩 欸 死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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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CD 應該這個就是頂了吧 這應該就是頂了吧 我們把持續時間也升滿 欸 升不滿 我們先來享受一下 現在頂數黑洞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跟剛剛比起來 剛剛還更快一點點欸 雖然說現在已經有點噁心了吧 因為持續時間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CD比之前快非常非常多 我現在覺得這個黑洞很像有一點點過分 對 很像有一點點過分 應該說是蠻過分的 不只是有一點點 不是一點點 但是那個過分程度 我覺得還是追光者會比較噁心一點點 還有範圍 我範圍還沒選欸 好吧 範圍 然後是攻擊也還沒選 好 然後持續時間 好 持續時間拉滿 那我們現在場上到底有幾顆呢 我射外面這裡也沒有辦法知道說我場上有幾個黑洞 1 2 3 4 幾顆啦 我真的已經看不出來啦 老實說 我一直往上走好了 可是有些黑洞很像又會射掉 這根本就是 好啦 我自己拍一個畫面 無限的黑洞 太誇張了啦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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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等級 打怪真的慢啊 他打怪真的好慢好慢 我又可以升值這個 沒關係 範圍再大一點 我們就讓範圍再亂一點點吧 無限CD的黑洞 這個世界要毀滅了 這根本就是魔王吧 這根本就是魔王吧 衛星人看到地球有這種東西 應該不會想來佔領了吧 這太誇張了吧 我還沒有破喔 我還沒有破喔 我應該可以破了吧對不對 我應該可以破了 我持續時間也滿喔 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喔 我們現在這個速度嘛對不對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我們要來破彈喔 破 欸還沒 破 有更快嗎 我覺得很像 沒有 我已經到最快了 我剛剛那樣應該是已經最快了 就算不是最快 也已經很快了 我們就只看主武啦 其他武器我就先當作完全不看 對 其他武器我就當作完全不看 主武的話我覺得應該 只要有在軍用長缺的情況下已經到最快了 是不需要到軍用項鍊的 太噁心了 真的太噁心了 然後我現在的話應該還沒有到最快 我要打一隻精英怪才可以 我要再打一隻精英怪才可以到真正的最快 現在看起來還有點慢 對 感覺起來有點慢 我現在場上的黑洞應該沒有剛剛來的誇張 對 應該沒有剛剛來的誇張 確然還是很噁心了沒有錯 對 但是剛剛應該更噁心一點點 回滅世界啦 這什麼黑洞 根本就是世界毀滅 然後雷電發大氣 而且... 對啊 記憶很難比較 因為黑洞它打到怪物的時間也會不一定 如果有快有慢的話 是不是就代表著 有時候黑洞會提早爆炸 然後就會提早消失 它持續時間應該是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也蠻難透過場上的黑洞來決定說 唉唷 收到小了 Sorry 放大回來 也很難透過黑洞來決定說 這個黑洞到底是快還是慢 也沒有辦法根據場上的黑洞去算它 說這個黑洞是不是更快 但是能夠知道啦 那個CD的話是不用用到最大項鍊的 你只要有軍用長靴再加上潮流項鍊的話 就已經是到最快了 當然能量快是要選啦 能量快是一定要選的 能量快是一定要選的 那我們等一下丟個速度好了 讓它更快速的去撞到怪物 反正現在應該沒有怪物可以破 不過應該是怪物破不來了 應該是沒有意義的 我選那個流點也沒有任何意義啊 對啊 好可怕 我的天 一萬多隻 才一萬多隻 沒有說少 對吧 只是我還一直往上打 然後有個藍龍 藍龍很像也沒有任何的意義 這根本就是毀滅世界啊 這完全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如果 我之後要玩的話 應該是要選金屬項鍊 然後30% 選 範圍 30%選冷卻 欸不是 選持續時間啊 讓我的持續時間更噁心 我場上就可以同時有更多更多的黑洞 但其實說真的 就算他持續時間真的有誇張到38好了 應該也感受不出來了 因為現在畫面 我不相信有人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反正只能夠知道很多很多很多 反正持續時間越多 是不是代表我在場上的黑洞就更多 我在場上黑洞更多 就更誇張 就根本不用死了 我可以上下這樣打就好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清怪的效果 跟追光者比起來 我覺得還是有點差 那我剛剛踩在毒上面 欸不行不行不行 我現在這個角色沒有那個毒 沒有那個火...火鞋 所以沒有辦法抗毒 如果有火鞋的話就可以了 9分3 吃個寶箱 欸有了有了有了 CD滿了 滿CD了 這才是真正的滿CD 然後我們慢慢把範圍給他吃上去 好啦 結束啦 就這樣啦 哈哈哈哈 我們就給他打到底吧 9分鐘的樣子 範圍又大 CD又大 上下 可是唯一麻煩的事情是我要上下動 如果他今天可以 自動的 瞄準的話 欸我覺得 應該要吧 身為一個S級武器 追光者都有那麼強大的buff了 雖然說追光者也是要主動啦 可是他就很強啊 強到就是 你幾乎站著不用動他就會有那個啊 對不對 哇 他打長型關卡真的他媽好用欸 真的 真的好用到一個爆炸欸 我只要弄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上下上下射就好了 這有一點誇張欸 有一點扯蛋欸 然後攻擊力 陀螺 我要選陀螺幹什麼 反正就陀螺更多耶 沒有意義啊 我現在傷害是 71% 我現在在暴風圈裡面 這已經超越黑洞了吧 如果是限時的話這世界應該已經毀掉了吧 完完全全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王怎麼死 雷霆萬鈞 好 然後是範圍再大一點 我範圍還沒有到最大 我們範圍再更噁心一點點 而且這個範圍會加上我的那個 武器的範圍15%會再更大 夭壽 好 我們現在範圍應該都滿了啦 那個量子球是不是有點大過頭了 如果我選那個15%的話 現在範圍會再大那麼一點點 只不過 沒關係 我現在要的是CD 我覺得這個時候選CD比較滑 如果要針對黑洞的話 選CD我覺得蠻划算的 我覺得是跟之前比起來有快很多 有快很多有快很多 然後現在這場上 我先找一個畫面拍好了 現在 範圍也滿了嘛 現在攻擊 有關於畫面的浮誇東西 我們都準備要 都已經好了嘛 那我們就來拍一下 就來拍一下 就來拍一下 哇 其實怪物也靠近不過來 我是不是應該選他關卡才能拍 選這個關卡我要怎麼拍 你跟我講 有啦 就很密集啦 就完全壞掉了 一大堆的黑洞 那我覺得我不應該選守衛者 守衛者的話 好佔我黑洞 好佔...好搶眼喔 好搶眼喔 讓我看到一大堆的防護罩 黑洞有多多 防護罩就有多多 真的 11分鐘 好 這個寶箱 不是問得好 我的Siri回我了 來 攻擊力加40% OK好 11 上下上下射 下面有怪上面有怪 一萬九千多隻 欸我如果拿這個去打第四關會怎麼樣 會香嗎 對啊 這感覺 我不知道耶 然後再加個爆炸手套 因為他根本就是打在怪物的出生點 對不對 好我們之後再看看 之後再看看 看這個東西打在怪物的出生點 會有多麼多麼的噁心 然後加個發光手套 就當做一個體驗 當做一個水片 對 沒有錯 爆炸爆炸 太噁心了啦 呃刮手蒂若 OK 真的太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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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萬多隻 欸其實沒有少欸 對啊 沒有少欸 之前覺得有少 現在看起來好像還好 是因為現在 CD的關係嗎 我覺得 終歸一句就是他在場上 持續的時間有多久 他的傷害就多大 可是說真的 在這個地圖上面 CD到一個境界之後 很像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反正怪物就這些嘛 對不對 到時候就有黑洞浪費掉 呃 好吧 哇 好吧 這個就這個 黑洞就浪費掉了 黑洞浪費掉就變得沒有意義了 我剛剛是吃到磁鐵了嗎 我剛剛是爆炸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採到賭 我現在採到賭很浪費 對啊 我這個畫面是不是有一點點 像是那個 像是外掛的畫面 外掛 我有看過 Start工很多外掛 對不對 你看YT都會看到 大概就類似這種 只不過他們再更誇張一點 但是我覺得其實 這樣就已經是了 反正場上也沒有怪物了嘛 對不對 就剩那麼一點點 對 就剩那麼一點點 還沒出來怪物就死掉了 我這個 我這個還可以 我還可以再生 一次有五個 有肉 還不能賺錢耶 好虧喔 太虧了啦 太虧了 太虧了 吃一個 可是我沒有辦法 一直往前的衝啦 這是一個可惜的地方 來一個肉 再來 這個世界真是要毀滅了 要毀滅了 我們把怪物吸過來 其實我們範圍越大 怪物位移的距離越大 然後如果你這樣子 沒有把怪物秒掉的話 其實這樣沒有很好 這樣沒有很好 然後可以看到 怪物都是往右旋 往右邊去旋轉 可以看到怪物那個傷害 一直往右邊去噴 我如果一直往前面 其實也蠻誇張的耶 我那個時候是打16萬隻嘛 對不對 我現在用這個方式打 已經打了38000多隻耶 我覺得用這個東西去第一關 是不是會有機會有新的突破 有沒有那個可能 對啊 4萬隻耶 之前還覺得傷害很低 而且我這個東西是往後打還有傷害 等一下 對吧 我往前打一發我就慢慢走 啊往後又有傷害 然後那個也還沒有爆掉 看起來很像我一直都受傷 其實我一點傷害都沒事 哇塞 我是不是發現什麼東西 75% 第二個什麼 狂緒電死 結果我們的 足球在這裡 完全沒有用武之地 怪物就算有防禦 也一樣 我在這裡已經打到了 43000多隻了 然後怪物直接被分解掉了 然後下面的怪物是不是也跟著一起死 對他們也跟著一起死 欸 可是他們死的速度好像比較慢一點點 對啊 稍微偏慢一點點 稍微偏慢一點點 4萬隻 有沒有機會5萬 有沒有機會5萬 如果有一個能力 有一個能力是你殺死 越多怪物 然後就會觸發那個軍用項鍊的話 什麼 5秒內殺死200隻 這個感覺就不錯了 對 5秒內殺死200隻 然後我們可以配合的這個能力 然後就不斷的CD無限 這樣的話其實還不錯 真的強到像外掛 真的強到像外掛 我的天 太誇張了啦 我要解鎖畫面 我之後再自己找一個畫面好了 我已經看不到我自己了 我只是想要讓我的畫面再複雜一點點 可是這樣有點難 好啦一樣 我這邊可以打這個 對對對對對 怪物你不要過來 王你不要過來 我想要 我想要讓我的畫面誇張一點 欸不行 欸他死了 欸靠北 好啦過了 第四十二關 咱們的科技給他拿到 好啦以上 就是咱們的 欸我覺得這樣其實還蠻推的欸 就不要這個啦 我們把這個拿掉 換回咱們的腰帶啦 因為這樣子還可以無敵嘛對不對 雖然說沒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但是血會比較多一點點 就是這個是不需要的 是可能會換成其他的東西可以用 好啦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挑戰是什麼 血量地獄三十跟原地不動 怪物會掉血 喔 是我原地不動 我會掉血 我想說 我原地不動怪物會掉血 就強迫你要一直動嘛 好啦我們就邊打邊結束今天吧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想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們呢再慢慢的給它排上去 或是有想要什麼限制的話 再留言給我 我一樣啦 看多了之後 看多了之後呢 就會想說 欸真的很多人會看嗎 然後我就會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到時候就會拿來拍 雖然說不一定會拿來拍 但是有講有機會 有些人講一次沒有講有五次就有了 我現在很像不適合這個梗 我現在蠻不適合的 OK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還喜歡的話呢 能不能給我這個影片一個讚 那今天的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3 2 1 拜拜 1 1 3 2 2 1 3 3 感谢观看